中共十九大将在10月18号举行 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任期 为配合十九大的召开 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名为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展示习近平过去五年的政绩 在这五年来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思想 让改革发展成果汇集人民 受到了不少民众的肯定 自从习近平上位以后 就以反腐打虎名义 在政线以及军队不断打贪 力度为中共史上罕见 习主席上来完了我们这五年里边 打腐败 打击那些腐败的人 揪出来好多腐败的人员 我们老百姓也是心里很高兴 本届中共十九大将有2287名代表出席 选出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 而习近平预料会继续留任党最高领导人 开启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 NTV7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